四污日是什么?跟期货有什么关系呢? 转仓又该怎么转呢? 想要参与大盘不是只有ETF 这集教你学会用期货参与全世界 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系列 转仓这样转,每月赚价差 用期货也能长期参与全世界 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四污日 又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好神秘 结果一查发现 四污日并不是什么女巫的故事 而是指美国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结算日 四污日是指美国与美季 也就是3月、6月、9月还有1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进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到期结算日 其实呢,这跟台湾的制度很像 台湾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呢 比如说期货,它也会有结算日到期 不过呢,最大的不同是 台湾是每个月结算一次 以期货来说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大家可能会好奇,期货为什么要结算呢? 因为期货跟股票不一样 期货它是交易契约的概念 我们一般签订合约的时候 当然会有一个合约的期限 所以到期呢,合约就无效或是要续约 在进入市场里也一样哦 期货的契约呢,有一个结算日 所以如果到了结算日的时候 投资人还没有平仓,他就会进行结算 有就是呢,履行这份合约 实际上呢,投资人就会看到你的 未实现损益变成已实现损益 我想要结算,想要继续投资有什么方式吗? 当然有,就是转仓 当然你可以自己手动转 或是采用价差单的方式来转仓 既然期货是合约 那么自然分有快到期 或是较久才到期的合约 以台股来说 最近期即将到期的合约 称为近月合约 而其他的合约呢,称为远月合约 转仓就是将手上的近月合约 转为持有远月合约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哦 假设现在是1月 日右手上呢,有一口1月份的台纸期 到了1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由于呢,我不想要被结算 想要持续投资 所以我就转仓 改为持有2月份的合约 那我们进一步来谈转仓的方式 刚刚有提过啊 转仓有两种 一个呢,是手动转 或是采用价差单的方式 手动转呢,就是将平掉 自己手上的仓位 然后再建立一口新的契约 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啊 就是佑佑将手上持有的 1月份结算的合约 那她就在结算之前 自己先反向冲销掉 然后呢,自己建立一口2月的契约 那么转仓的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做价差单 什么意思呢? 她比较正式的名称是 跨月价差委托单 又称作复试单 也就是呢,我针对同一个期货商品 在同一张委托单上 同时一买一卖 两个不同月份的组合式委托 下单的时候呢 我并不是用合约的价格为基准 而是用价差为下单的依据 我们举个例子比较好明白 假设呢,我手上的台纸席 一月合约呢 目前点数是17100点 那远约合约呢 报价是17050点 所以她的价差是50点 如果我想要确保 我可以顺利的转仓 我在下复试单的时候呢 就选择价差50点左右 这样就可以比较快成交哦 那手动转跟价差单 各有优缺点 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咯 以手动转来说啊 她的优点就是有机会 赚到点数的价差也比较灵活 那缺点呢 就是行情波动大 平仓后 她无法顺利成交远跃合约 或是成本被拉高 那价差单的优点呢 就是因为要两个月份的契约 都同时成交 所以这张委托单才会成功 所以呢 可以确保转仓的成本 那缺点呢 就是有时候她的价差很大 所以呢 只能让市场先赚走了 针对价差单呢 我觉得比较要留意的是 价差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期货呢 她是多空 两个方向都可以交易的商品 如果今天看多 准备转仓 这个时候 价差要是正数 还是负数比较好呢 我们试想哦 如果今天是自己 手动转的状况下 一定会想要先 平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然后再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回来 所以富士丹的计算方式呢 她是用 远月合约的价格减去近月合约的价格做计算 所以呢 当远月合约的价格跟近月合约价格一样的时候 这个价差就是零 那当远月合约的价格比近月合约的价格高的时候 这个价差是正数 当远月合约的价格比近月合约的价格低的时候 这个价差是负数 所以大家懂了吗 如果今天你是富士丹的转仓 那么多丹的时候最好这个价差是负数 而且负值要越大越好 如果是空单呢 最好这个价差是正数 且数值呢 也要越大越好 我们刚刚提到的转仓的capot啊 不仅可以用在台股的台纸期 个股期 就连海外的期货也适用哦 以目前讨论过很高的微型期货来说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所推出的微型商品 涵盖四大美国指数 像是微型小道琼 保证金990美元 换算台币不到3万元 微型小纳斯达克保证金 1210美元 微型小S&P保证金1760美元 微型小罗素2000保证金 也只要715美元 这些微型商品啊 只是因为合约的规格较小 所以保证金也比较少 但由于是美国股市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所以一年到期结算的日子只有四次 但是转仓的capot也通通适用哦 换句话说呢 如果你想要参与大盘 或是想要参与美国市场 投资人呢不仅可以用ETF 还可以用期货 或甚至是微型期货 都是不错的选项 不过呢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期货呢 具有杠杆 所以不要随便没做功课 就长期纯期货哦 也就是你看错方向呢 你单一直转超 一直转超 一直补保证金凹单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式 此外呢 期货也要留意断头风险 或是超额损失的风险 以及部分商品 比较忍门的流动性风险哦 大家呢不要听到期货就害怕 其实了解交易规则后 就会发现期货一点都不难 透过灵活的交易 反而有机会利用小钱赚大钱哦 期货出新者 记得多看几次这部影片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